皇上 朕经常对太子讲 君子死而惯不免 不管多着急的事情 也要把衣服穿好 轮到自己身上 还是不能免苏啊 臣叩见陛下 慕之腿不好 蓄力就不必了 谢陛下 坐 慕之这条腿 还是在灵河时受的伤疤 这些小事 陛下还记得 谁人能忘啊 顾将军冲锋 被敌人射中了膝头 再骂上生生地把狼牙剑拔了出来 硬生生地冲入敌阵 取下敌手头龙 当时年少轻狂 不知道害怕 没把他当回事 只是这些年 每到变天 就后悔自己当初不知好好保重自己 才落下了今日之隐患 是啊 亦晃二十年过去了 想想当年你我在京郊驰骋 骑马上南山彻夜未归 那时候还都是少年子弟 如今邪弹驾鹰 邪狗竹吐 已经都是儿孙辈的事了 施者入司啊 我们做父祖的 怎么能不自贪 垂垂老矣 三郎施德 犯下如此之大罪 慕之啊 这是正事 不管慕之的 可忠书令在朝会上所说句句属实 臣不敢为他辩解半分 以免妨碍陛下 行国法 家法 慕之 申明大义 真体谅朕的话 就先起来吧 可司卿在这世上 只留下了这一点骨血 臣如果保不住他 只怕日后九泉之下 没有脸去见先皇后啊 就请陛下 看在先皇后的份上 从轻发落 原谅他这次吧 朕当年在南山上起过誓 朕此生 绝不辜负你姑母之 绝不负你顾氏 顾氏女 立为嫡后 其子 立为储君 你放心 朕从不食言 也从未忘记 臣代太子谢过陛下 先不用谢 在朝上 这件事 他当着天下人提了出来 还拿出他自己写的铁证 他这个混账样子 你让朕怎么替他遮掩 御师台当庭 他竟攘出了废楚二字 要不是朕替他压着 他现在早在三思手上了 朕将他交给了控贺牙 多谢陛下 呵护保全 但 不知陛下打算 先关他几天 让重轨去查查这个事 这件事情 朕必须对天下有个交代 朕看哪 也该让他好好受受教训了 陛下将他交给了控贺牙 孔贺牙 控贺为牙 殿帅是不是弄错了 不是中正寺 也不是刑 臣 萧定权 灵旨 天下 谢恩 陛下将他交给了控贺牙 他 敏太子当年可就是在那儿 陛下 如此处置 只怕朝野会生疑心 和妄念的 捧吓有重回在 查重查轻 朕都还能罢空 疑心和妄念也总比 要是他真落在了朝廷手里 落在了何世昭那群人手里 朕就是想保他也无能为力啊 好了 这事不说了 我只先起来吧 是 谢陛下 坐 做父母的 为儿女操一辈子心 也是操不够的 这事不认识 朕记得冯恩今年有二十 他是 数十 也二十三四了 还没有娶亲 承恩没有留下子嗣 冯恩又是这个样子 母之膝下荒凉得很啊 故事满门忠惊 朕怎么忍心看到 将来 连个成绝的后人都没有 他还年轻 建功立业 大把世纪 趁着现在无止 先让他回来 把亲娶了 陪着夫人 安生住上两年 婚姻大事 朕只是他的姑父 朕只如果有别的顾虑 也请讲出来 臣替全子 叩谢陛下红恩 好 你的秦桑 内隐 你 你 其他人 能不能 人 少了 空 你 那 这 怎么 是 你 你 先让纯葵把样子做足吧 殿帅这算是 抄家吗 请殿里搜 是为了搜集殿下的手机 请殿里也没有了 就这个殿还有一些 本宫不是供述过了吗 只是口供 还有物证 口供 看来真的是把本宫当成 还有人证 什么 那个姓顾的民女把她一并所拿 是 是 殿帅 要干什么 那天晚上他出过宫 本宫差的 那跟殿下是共犯 是旨意还是尊义 这个案件 是圣上亲命的 本关主审 那罪臣 阻不住主审大人的军命了 武德侯 武德侯 朝会后 去见过她了吗 把罪臣交给主审大人 而非三法司 是 不就是想攥着 罪臣这个棋子 换更要紧的东西吗 殿下甚厌 那他想要的 应该是没活棋 是为了殿下 主审大人觉得 罪臣要是畏罪自裁 朕还需要 那根簪子吗 为什么要报庇她 没有力量也想保护的人 没有力量也想保护的人 是 不可以 祝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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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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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长州也可以 是 五大王 是 太子殿下 是 除了日后 午夜梦回 想起你 或许能够无动于衷 是在 你 说谎 事已至此 再无可待 唯一清醒的只剩下 你没有变成 我的另一个噩梦 二宝 不 不 陛下 陛下 陈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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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臣说的都是实话啊陛下 陛下 叫他来 陛下 好吃吗 你大嫂 特意给你预备的 不就那天晚上没让你 他嫁到这儿四年了 陛下一直盼着报皇孙哪 我 那时 有的 awareness 音符 人 GTA 问你 了封 你 匈需呢 回了 你跟忠书令 到底怎么回事 你胡说什么 遗仇 心肆 仁子 庚子 都下去 你是怎么 你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我刚出来 正好碰见了忠书令 被刑部的人给带去 他看见我 非要让我把这个八字 转告给大哥 说 你告诉他 他就明白了 这个老狐狸 小哥 这是生成八字吧 不是 这年纪 是他家女二公子吧 不是 不是就好 这要是让大嫂知道了 我说了不是 不是就不是嘛 大王 大王 赶快更衣 陛下宣大王进宫去 什么事 来的人没说 不 吃完了就自己回去 今天的事 如果你说出去 武大王也吃不了了 也叫你来干什么 陛下请大王进殿 来 武大王 你叫我来 干什么呀 爹爹 爹爹 爹爹要问臣 什么 跪下 朕现在问你话 如有一句不识 是 臣请陛下 垂问 中秋事后 你是不是背着朕 私会过朝臣 会过 谁 五大王 你都跟他讲了些什么 他今天在朝上 就敢卖了太子 无伦之亲 莫过父子 你当着父亲的面 有什么话 你说不出口 陛下 臣 下朝之后 朕见过他 他反问朕 这不是上意吗 陛下 除了你以后 还有谁有这个本事 嗯 好好问你不说实 爹爹 爹爹 玩错了 儿臣是 看不惯他在中秋的时候 对爹爹的 儿臣罪该万死 可是儿臣就是看不惯他 爹爹就算打死儿臣 儿臣也一样看不惯他 是 你打死 你干的好事 要 flowers 唯一 你看 你导臣 还好吗 啊 但是不行 你不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大王 你看我都说了半天了 别走啊 陈长使 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也不是我该干的事啊 这既然是圣旨 圣旨怎么就不该了呢 但圣旨怎么会让臣 之前主审的不是殿帅吗 对啊 可今天是五大王呢 他是我的兄长 还是储君 那于公于私 我怎么能审他呢 储君都能够下诏狱 还有什么不能的呢 我去找爹爹去 五大王 你听我跟你说 说是主审 其实就是把它看好了 别出什么事 再说五大王 再说五大王 你也干不了什么别的呀 这午膳没用啊 没有 晚膳也没用啊 没用 哎呀 殿下 臣萧定楷 奉旨前来 侍奉殿下 殿下 备膳是不是不合口味 殿下想用什么 您尽管吩咐 臣去安排 哎呀 这五大王你这要干什么呀 要不要上报陛下 五大王 我看就不必上报陛下了吧 您看 殿下今儿没什么胃口 就这样吧 殿下好吃偏口 那殿下先请安歇 臣明日再来 请安 请安歇 殿帅到底去哪儿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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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圣旨前往京营铸首 一等迟迟 三日之后 雾抵长州 殿帅 驾 驾 殿帅出城之后 城门就关了 这些天 应该都不会再开启了 这是在担心 大人带回来的人 跟京营盈利吗 赤驾 也已经往长州去了 那二公子他 走 走 快走 走 这都是谁带进营的 这都是谁带进营的 张航 张慧安 张苏承 有失忆 出列 大人 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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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大人 饶命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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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说过 拒赌的 斩 馄酒的 斩 死償富勇的 我都没想过 有人敢在我的居英这么干 hintenroz相够改 顾部长 我爹不在 他还真灯太半夜 还敢生 跳军的将棋 顾佳 兄弟 还有妇女没有找出来 禀杨杜宇 没有了 那这 又是什么味道 薄庇着 同罪 杨杜宇 不是妇女身上的 是 是盔甲上的 是盔甲上的 顾部长 本将早就告诉过你 再往军府上熏香 不是熏香 打那天从城里回来 就军阀处置 我顺手放到衣箱里面 谁想到这儿的香材 隔着纸包还 带走 杨胜宇敢 这是长州刺史送的 不信你自己去问他 李明安管民政 怎么了 你抬他出来 镇压军政王 杨杉 你拔护我 带走 你跟自己人成为一方 你算什么 把他忙起来 紧他使水 让将军回来之后处置